欢迎各位来到勇闯天涯Super X 这就是街舞第三季的录制现场 首先让我们请出 王家尔队长和他的战队 王 这里看 Let's go Look this way 王家尔队长 好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王一波队长和他的战队 一波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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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张艺兴队长和他的战队 核心武器 核心武器 让我们有请钟翰梁队长和他的娃娃酷宝战队 娃娃酷宝 我可以 他可以 权缘到齐 那么首先我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赛制 今天我们将迎来战队组成后的第一场对决 本场为预备赛 根据之前选择的音乐 四组战队准备了各自的大起舞作品 现场的八十位大众评审 会在每一组表演结束后进行投票 票数最高的一组战队将获得一个特殊奖励 我们四位队长有什么要对大家说的可以互相表达一下 嗨 嗨 中华梁队长 那大家没什么说的 我这边就多说一点吧 一 二 二 七 中A 中A 路不不亏 中B 中B 领天立地 中队 中队 全场最亏 好 好 那么在开始大起舞作品的对决之前 我们还是要决出一个出场的顺序 嘉尔队长 我来了 三 二 一 第一位张艺兴队长 第一个跳完就没事了 而且没压力 两次 这是来两次 同样的舞蹈 两次重复的 对 好 来 三 二 一 来 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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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三 来 三 三 二 一 第二位一博 第三个出场的是嘉尔队长 那么第四个出场就是我们中华梁队长 我们中华梁队长 首先请张艺兴队长的核心武器战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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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战队的第一次团队秀 他的感觉会跟其他三组完全不一样 我们的作品是高级的 是在讲故事的 除了剧情上面 我们在妆容和服装上面 也做了很多的心思 我对我们的作品很有信心 建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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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你哭着陷阱 看了没想到你 突破陷阱 阻挡着陷阱 谢谢核心武器 谢谢 这一个真是绝了 想法首先很高级 画面感特别强 他们采用的是一个晚餐的方式 就是大家所有人 不管是从最早的桌布 还是方巾 到一些配合上面 他们用的真的是淋漓尽致 能够把这么平的一个音乐 玩成那个样子 我就觉得让人眼前一亮 真的让人眼前一亮 现在有逃票毛巾的80位观众 如果喜欢这支作品 就可以投出你们的毛巾 在这轮投票的观众 下轮仍可以投票 请投票 投完是可以再投的 对 投完可以再投 毛巾放手上浪费了 对啊 要不你们也投了吧 我猛烈 好的 我们先听听 其他三位队长 对这个作品有什么感受好吧 谁想先 跟你说先还是我说 我先吗 很有故事线 然后画面感特别强 然后我非常享受整个舞台 晚餐 含义非常丰富 然后他很多细节处理的都非常好 给我的感觉是有很深的故事 跟含义在里面 我是真的觉得是一个艺术品 我们嘉尔队长在这一季有个口头禅 这就是艺术 这就是艺术 我觉得特别好 这个主题跟音乐的融合非常的好 然后是有固执线的 我能看到大家是最后抢一个食物 然后最后那个食物被人吞掉之后 又被另一个人吃了 然后中间那个丸毛巾的 那个设计点也特别的好 我觉得整体很有创意 然后融合了一些道具 然后编排都特别好 我刚刚听到这个音乐 我还觉得有挺担心的 因为它一直没有那个很快 或是很渣的节奏 那还好当你们想到一个 很特别的主题 就是用触摸 有一个可以吸引人的故事性 去把这个作品看完 然后每个人的个人能力都很强 就是怎么 没在我的队 我可以问一下这个舞蹈是谁 编 对 就两位是吗 两位是 可以 厉害 一星队长还没有整个点评一下 这个作品给你的感觉 还用说吗 就是最 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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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能说 就是厉害就是最好的 对啊 对啊 最逗 他说那个什么字 没事 没事 过去了 其实大家不知道 这个音乐是通过一个 道听音乐的方式选出来的 当时拿到这个音乐 有没有造成很大的困扰 没有 那这排的当中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发生的当时 没有 真的 你们真是要干死我 我们整个队都比较佛系 佛系 对 包括乔治老师他喝茶你知道吗 我每次搞茶到在那个练习房里面 我是惊到了 这是真的出这个声音啊 每个人都给你转出来 你也给你 我以为是你们的 我以为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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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茶 品 人手 就是一段B-boy 什么问题表 赶完以后过去 好 那我们再次感谢核心武器战队 谢谢你们 辛苦了 现在请你们回到你们的席位当中去